欢迎迎回音乐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5月24日星期五 下午12点45分 前几天介绍的这支MGB 介绍过后 立刻上涨 那时候我就讲它是刚刚突破了这一个形态 但是成交量并不是很多 并不是很确认 讲完过后呢 股价就飙上去 成交量也上来了 像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它曾经一度下跌 我就在我的这个group里面说呢 不用担心 因为呢 只要这个股价没有跌破这个筹码主力线 任何一根筹码主力线都没有跌破 都是可以hold住的 只有当它跌破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出场 所以它在早上的时候一度下跌 然后在11点多12点的时候呢 又爬上去了 它的主力线肯定就是前高主力 0.94 支撑呢 就是0.88左右 这个就是mgb 另外呢 要分享的就是这个ytl power 今天就大跌哦 到底可以不可以去接到呢 在更进步分享之前呢 如果你是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摩摩马来西亚 注册过后再填这个google form 你就有机会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VIP group小组 另外呢 摩摩马来西亚呢 也是有这个180天的免用金 你只是需要付3块钱的平台费就可以了 暂时呢 应该是本地最便宜的这个交易费 我们来看一看这支ytl power 今天呢就大跌 很多人就讲为什么大跌啊 这个业绩很不错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业绩很不错呢 因为它是比较上一年的这个红的guota 所以已经大涨 报纸呢 也是讲它大涨 所以很多人看到就很开心 然后今天找到的时候就stay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业绩 八卦一下 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业绩呢 是698嘛 所以是刚刚公布的 是比它上两个guota呢 三个guota都是跌的 它Levenue没有什么相差 但是才是处于下跌趋势 它的Net profit margin也是处于下跌 它的Net profit更加是跌的比较厉害 如果是比较去年 当然是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比较现在的话 guota per quarter的话 它其实是很差的 非常差的 呀 所以这个就是它大跌的原因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技术图 有没有机会 趁它跌的时候再买进 点便宜呢 去跌倒呢 我们再来看回这个筹码主力线 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呢 它其实已经是跌破了 这个 这个橙色线跟这个紫色线的筹码主力线 跌破了 它现在的价钱是4.94 这两根线呢 大概是5.4跟这个5块钱 跌破了 跌破这颗筹码主力线 就像我刚才讲那个MGB 这样是要骂出去的 既然要骂出去的话 你干嘛还要去跌倒呢 现在就看一下它的支撑在哪里 支撑肯定是这一个 这是第一个支撑 大概是4.75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今天早上的最低价是4.77 刚刚好就是在这个筹码主力线这边顶住了 个人认为呢 只要它的这个价钱 才是被这个筹码主力线押住 你就不要 进场 暂时忘记它 只有等到这个筹码主力线往下移的时候 这些线是会移的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它一个更强的支撑是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它的沃人伯伐筹码风 这边呢 有一颗更多的这个筹码主力线 过去历史的 大概就是在4块钱 这个呢 个人认为呢 它应该是很难跌破了 如果它有机会 跌到4块钱左右 只要你看到青色那珠 这个就是一个回调买上涨的机会 当然 它会怎么走呢 不知道 总之到呢 跌破这个筹码主力线 这个是一个卖出讯号 如果它有能力在4块钱 只跌回升 全部它又把这个筹码主力线 全部加住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回调买上涨的机会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我只是分享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筹码主力线 如果你也是想免费的使用这个筹码主力线 来帮你判断 走势 你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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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